明侦探学院第六季 本季将以阵营作为主线机制展开竞赛 学长们也将在一整季中 深入五个故事 体验五种不同的角色人生 在每一个故事里 他们需要通过剧本演绎 推理搜证 找到盟友和所在阵营 并全力争取阵营的胜利 每一个故事中 获胜阵营的成员 将共同获得六个学院徽章 这一季要努力实现阵营的胜利 才能获得最终的胜量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二观看学院小屋日记 每周三遵享高能解谜 每周四解锁学院普拉斯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座繁荣文明的南博城 话说这南博城 以高超的质宝技艺 文明四方 这里的百姓 大多都是能人工匠 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 将这片土地 打造成了这片大陆上 最富饶的城邦 他们将历代工匠的智慧 凝结成了一本南博密集 里面记载着建成以来 所有的宝物图鉴和质宝技艺 无疑不体现着南博城 璀璨的历史文化 当然 为了守护这本秘籍 城里的百姓 推举了当地最有威望的 南博掌文 建立的南博派 收下南博万 南博图 南博随等重地府 并将秘籍存放于 神秘的南博山庄 不过天有不测风味 就在二十年前 这野心合格的北壁城 基于南博城 富饶和文化 与南博城发动了突袭 城中的百姓奋力反抗 终于击退了敌人 可是南博山庄 却传出噩耗 南博掌文被发现 横死于掌文房 南博密集也不翼而飞 而这最受掌文器重的 大弟子南博万 也不知所踪 一时之间流言飞语 有人说这大师兄南博万 是勾结了北壁城的势力 欺世灭祖盗取密集 城里城外人心惶惶 南博派也分崩离析 南博图南博随等弟子 也云游江湖 并将自己的所学 传给遇到的演员人 由于门派师兄弟 擅长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门派弟子都知道 同门师兄弟的存在 却从未谋面 这一晃 这二十多年过去了 消失未见许久的南博万 重现江湖 并声称 自己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在忍辱负重的 守护南博密集 只是自己年事已高 所以打算回到南博山庄 重新建派 亲任掌银培养下一代的首级之人 这江湖上的年轻人 闻风而至 齐聚山庄门口 究竟后世如何呢 定要与我们师兄弟相认 夺回密集 南山之上 尽此门乃皆朋友 波影所致 待想何妨 要回眸 真美啊 空气清醒 居士高宗 何处寻 居然城市有山林 没想到 这南波山庄 还是日一如既往的美丽 如此的动人 这一别将近二十多年 再次回来也是如番美好 景色真的优美 火树银花 南波山庄银柴祭祭 这位您是 莫非您是南波山庄的宝丸 见了南波山庄的庄主 为何不败 真没眼力见 你如何证明 何须证明 为何不要证明 为何要证明 为何又不需要证明 真没眼力见 真没文化 第二年 五岁 美日 卖永远 二位 请了 九外 不知这位是 只不过是一个江湖人事罢了 江湖人士 这位有点像瘦楼布的 是来这里跑业务的 南波山庄的瘦楼布的 虽然比不上我们浪家的豪宅 但整体来看 还是极优雅的 你好 这位兄台 如何称呼这位公子 不认识我吗 为什么要认识你 南波山庄 好地方 这位是山庄的律师 请问是哪位雇佣的我 这边没有案子的律师 那我回去了 来来来 律师请 请瘦布 现在没有 马上就有 我 我也秀到 还有人 有一个穿夜行衣的人进来 我还是紧身夜行衣 各位老板们 哈哈哈哈 一个老板啊你是 喊不顾道 这位你认识吧 跟你装扮如此相像 同一家店买的吧 没有 这位老板穿得甚好甚好 但是我的料子更好 好 今日我们来到这个风景秀丽的山庄 怎么也不见人来招待一下我们 这就是南波山庄的这个代客之道吗 有失礼节呀你说说 兄弟们给我砸 是他说的 是这个人说的 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哎 和气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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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气身材吗 哎 哎 哎呀这位 天呐 天呐 这位二八佳人